2022年,澳大利亚女篮世界杯落下帷幕了。 我们对赛事的一些重要比赛做一下回顾和总结, 各位看看是不是这个道理。 首先来看决赛。 决赛最终结果是中国女篮拿的银牌, 为什么造成了这样一个结果? 要知道,本届女篮世界杯,本次杯赛, 从这个篮球的角度来说, 这个中国女篮是金牌的水平, 最终拿银牌是有原因造成的。 我们首先来看原因之一, 就是外部的客观原因。 首先是赛程的安排, 决赛的参赛的球队, 美国女篮在半决赛之后, 获得的休息时间是比较充分的。 比中国女篮半决赛结束之后, 再打决赛所获得的休息时间多50%, 这是赛程安排上,这是第一个点。 第二个点是什么呢? 就是说, 他这个比赛安排的是半决赛和决赛只隔了十几个小时, 也就是所谓的篮球比赛的这种连踏, 背靠背, 连着打。 按道理来说, 像这种比赛强度很大的这种比赛, 他并不是一般的职业联赛, 比方说我们看的欧之兰, 我们看的美之兰, 就是大家比较了解的NBA等等, 他这种职业联赛因为是表演性质, 所以他的比赛的强度都小很多。 但是世界大赛呢, 他的这个防守强度很大, 所以呢, 按道理来说, 按照篮球的基本规律来说, 应该是怎么样呢? 半决赛结束之后, 给各支参加决赛的球队, 以及参加铜牌争夺战的球队, 两天左右的休息时间, 才是科学的合理的, 只给十几个小时, 只给一天不到的休息时间, 运动员休息不过来, 运动员休息不过来, 所以说呢, 严重了, 这样的一个赛程安排呢, 严重的造成了比赛质量的下降, 和运动员的这种, 这个临场发挥的这种不稳定, 这是从赛程, 从这个外部客观原因, 再有一点是什么呢? 就是裁判组的工作, 这个半决赛的时候呢, 我们大家看到呢, 就是中国女兰和澳大利亚女兰的比赛呢, 这个现场吹罚比赛的这个裁判的这个工作能力和工作态度, 是受到了很大的质疑, 事实求是的讲, 回顾半决赛的比赛录像, 以及重要的比赛细节是可以看得出来的, 最终造成59比61, 这个结果裁判的因素很大, 如果没有裁判工作上的混乱, 应该说呢, 整场比赛呢, 是应该有一个20分的这样一个差距, 中国女兰跟澳大利亚女兰, 是很有可能80比60这样的一个分数结构, 结束比赛, 所以也就根本就不存在, 所谓的打到最后如何如何, 没有那些东西, 所以说呢, 裁判的这种工作能力, 工作水平是备受质疑的, 那么组委会呢, 也并没有对半决赛不称职裁判进行更换, 那么决赛的执法裁判呢, 依然是半决赛那几个, 这就有很大问题了, 因为他本身就不具备这个, 怎么说呢, 能够让大家伙觉得, 这裁判工作质量, 工作水平是比较到位的, 很难得到这样的一个评价, 那么这样情况下, 来吹发决赛的话, 那么对于比赛的影响, 潜移默化的影响太大了,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个关键点, 就是第三个我们要强调的, 就是说, 赛程的安排也好, 裁判的安排也好, 等到了决赛开赛之后, 大家想, 如果你是中国女兰的队员, 你在场上一看, 呀, 这不就是昨天吹罚, 判罚那裁判吗, 他的吹哨的水平, 哎呀, 怎么还是这个裁判呢, 我问你们, 那你想一想, 如果你是场上的运动员, 你敢做动作吗, 因为十几个小时之前的比赛, 给你造成的影响还在啊, 当时的这种各种吹罚呀, 这种影响, 所以运动员他在场上的防守技术动作, 和进攻技术动作, 是严重受影响, 同样道理, 如果组委会对于比较受质疑的裁判, 进行更换, 更换这个别的执法裁判, 来执法决赛的话, 如果你是中国队的队员, 你在场上一看, 换了就裁判了, 这个应该跟半局赛不一样, 那么你在进攻和防守当中, 你的技术动作又是什么样的呢, 你的比赛心态又如何呢, 所以说这是我们对2022年澳大利亚女篮世界杯, 一些重要比赛的回顾和总结, 这一集呢, 我们讲一讲这个决赛中国女篮, 拿银牌的原因之一, 谢谢。